以下节目指标及主持人之个人意见,并非等同公众指标 观众有机会因观赏品味有意,产生期望落差 请自行参与坊间风平作出适当期望管理 好,《Fight Up》10分钟,这节目有两个键点 一是《Fight Up》,所以是废的 二是10分钟,讲10分钟就会收工 是逢星期一都会推出的节目,都是和大家出去说 和报级相关的消息和新闻 今个星期是有点忙,好像每个星期都是这样说 如果不是因为要感谢听众的话 随时我今个星期扔罐头就算了 我们先感谢听众 Cheng 说货金给教主买零食煮剧 感谢感谢 Terry 说小小心意支持播读书 感谢感谢 处缺听众 Barry 说 The Good Place 良善之地 之前介绍过的美剧作品 是一套自学性身与死的语题的一套剧集 他说 这一套神剧值得每隔一段时间去重温 好看的 我朋友正在追看 他说 看到第三季好像有点闷 你每集看,其实有点散 这一套作品是一季一次过看的 他的头和尾是包得很漂亮的 而看完四季真的是一套神剧 Alarm 说 后夜戏兵The Queen's Gambit 他看了两集就觉得有点闷 Jason 说 后夜戏兵的女主角 Taylor Joy的感觉有点像Emma Stone 眼睛是会说话的 好像做什么戏都可以 Maxime 说 Teen Wolf 上星期说过的一套很青春而同向的美剧作品 他说里面的超人和Dylan O'Brien 比男主角更有型 整套戏其实是卖男主角的 坦白说 那么多男主角里面 最不好的就是男主角 其他配角都比较红 Motis Evil 说 Mandalorian 第二季 其实多了很多对电影和动画的提供 到第三集 直到开始有Chrome War Series的角色 他说不懂这些角色 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但如果懂得的话 就很有感觉 另外上星期说了一套英剧作品 叫Picky Blinders 他看了第一季 头五集都是高水準 第六集纯粹为了加个Cliffanger 接下来下一季二次 水准跌了很多 但只是最后一集才这样 整套剧是很有一线时代感 Thomas Shelby 的角色很有魅力 永远都是很冷静的态度 再加上Celia Murphy那种很心碎的眼睛 自然会被角色吸引 他说推荐各位喜欢看 智斗剧的邪教弟兄姊妹 不试答他说 Johnny Depp 的案件 其实真的很惨 并不是说他没错 但好像教主说 都没判 为何就要剧出局 照两边看 其实两边都有错 但为何人只说Johnny Depp 是否因为他是男人 其实不是那些人只说Johnny Depp 其实不是那些人只说Johnny Depp 也有人说 只不过华纳 就只制裁Johnny Depp Mandalorian 就开始多了一些真的 星战粉丝向彩蛋 但也算正常 现在看到第三集 他说他觉得平衡也算OK 希望可以维持着这个方向发展 Alex他说 说韩剧 回到18岁真的好看 最近都没什么美剧好看 所以转了看韩剧模式 另外一件事就是 OST真的很重要 OST即是Original Soundtrack 韩剧这件事真的顶巴拉 我开了一集专讲韩剧的OST 而我今天再说一部韩剧 他的OST也是很棒的 YLS他说 又是说韩剧 究竟有没有开最近新出的 Pent House 好像叫顶楼 我没有看 因为不是很想看 他是很多女主角 没有什么男主角 Liu Terry他说 喜欢听教主说书 看教主即时的反应很好笑 可不可以继续 可以的 我开了一本天龙百步小说 其实打算读完 纯粹看要用多久 Jagganulu他说 他说教主要开集直播 说在身边有多少按钩的人 你们身边没有按钩的人 其实我觉得每个人身边 都有很多按钩的人 不要说到好像 只有我身边才有很多按钩 清冷风说 隔着个Montang教主爆咪 爆足两个小时 感觉到那种声势力 好了 我们就入正题了 其实最初的新闻 就算是做一下样子 每周都要更新查 其实我最想说的是 就是我最后 我今周做了那部剧 首先说一下Friends Friends 之前说要做一个 Reunion Special 就是找Friends这么多演员 去拍一集 私家15年的 Special 本身是预计了今年的5月拍 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拖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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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现在就肯定了开机日期 就是我下年的3月才开始拍Friends 起码都不是叫做无聊期 就是本身有说 会不会转变了Zoom的形式 但是改改改 现在都是决定 下年的3月正式去开机去拍 都明白的 如果那时候5月去拍不成 然后人们说转变了Zoom 其实应该会吵到实彩的 就是你会找那么多个星 给那么多钱 要做一个万众期待的Special 但是你最后只用一个Zoom Session 去搞定 其实真的挺反胃的 甚至现在都有一些声音说 不如你不要拍 这些留在他最美好的时光就最好了 他一定要拍的 就是在商业的角度 HBO Max 去上級subscriber 这个就是他的重头之作 就是Friends的Reunion Special 本身他说是没有剧本的 人们都不知道模式是怎么做 会不会是访谈节目 还是爆肚 我自己个人的意见 如果你是真的做访谈节目 或者是一个真的无剧本的Special 其实是死定的 你一定要有剧本 有故事大纲 去真真正正拍一部剧 因为你的质素未必有保证 你一定要有剧本才有保证 坦白说 这个方法可以怎么做呢? 很厉害的编剧 你去写这个故事都死定的 始终都是一个很大的包袱 但我想起有另一部剧 叫做Real and Grace 以前很红的一部作品 又是处境喜剧 隔了很多年后 他重拍了 我也有剧的 零零星星剧几集 其实还可以的 其实他现在说出到第十一 还是十二季 就是最后的季 但我发现他有些特别集 是我看了才知道 是Live Session 你知道以前处境喜剧 当然你会找Live audience 去录那些罐头笑声 他们是分开录的 每一幕每一幕分开录 Viu and Grace 有些叫做Live Episode 真的在一个厂景 就好像舞台剧 他有一群Live audience 那群Live audience 真的看着整部剧 由头拍到尾 其实这样拍 都只不过是拍30分钟 我看那集其实挺有趣的 我忘记在哪一集 他就特意做个故事 就是走死一个厂景 你会看到那些演员 有时是 好像乱说话 忘记了对白 又或者是那些演员 是在忍笑 忍笑忍得很厉害 破坏了个角色 但你会发现 为何继续下去 而后面的观众笑到七彩 你就会知道 原来你这集是Live Episode 我那集看其实挺舒服的 又有那种 我本身就是喜欢你这部剧 我才去看的感觉 然后又再看你们的角色 在那里玩 那就很有趣 总之说过男主角 男二 他是那些电视节目主持 拍着他去开一个Live Show 镜头 打算去看观众 究竟反应是怎样 而那些观众 是真的在看那部剧的Live audience 好像不是计算的 是真的Live Show 这样做出来 我想Friends的Live Union Special 都可以做类似这种模式 你便可以打破第四面场得来 你又有保持本身那部剧集 应该有故事 我自己个人意见 我不知道他最后会做成什么 但无论如何都会看 其实讲新闻 今个星期很多新闻 变相我真的迫着要讲这些新闻 但其实我最想讲 是讲我报了那部剧 另外一宗新闻就是 是Wonder Moment1984 这部电影之前说想上 上了很久都没上到 现在终于都决定了 会全球同步 而且在HBO Max都会上架 定了的日子就是今年年尾 12月25日上 即是圣诞节 严格来说 即是疫情还未控制到的时期 其实他都应该会预计票逢有影响 不如属性在HBO Max都上架 另外一个方法 即是看回花木兰电影 是他另外也开了Disney Plus 途径就是吸收那些订阅 结果 是真的Disney Plus 的订阅 激震 反而这样他赚了很多钱 今次华立想用同一条路 听闻在HBO Max上 就上一个星期左右 接下来就会靠下 其余那些你就要去戏院看 预计 如果在那星期来说 HBO Max的流量应该会激震 那数据不算得到 我不管 华立你 你这么大间公司 那些钱你割口 你都可以浸死对家 因为这部电影 不停延期也不是办法的 我想起之前那套The New Mutants 一套无限延期的作品 延期了几次 8月上架的时候 风评是极差的 一套延期了很多次 令观众很期待 很想看,看不到 很期待 然后出了一个 风评很差的作品 其实声誉是更差的 这次Wonder Woman 她的风评是不知道 但你不停延期也不是办法的 而Marvel那边 有一套Wonder Vision 《幻事与女巫》 它是1月左右上架 Wonder Vision 是Marvel的一套劇集作品 1月15日左右 即播 变相近近的 会不会有竞争 都没什么 一套是电影 一套是剧集 大纜也不停 再说 Black Lightning 这套CW的电视剧 DC漫改剧的作品 也肯定了2021年 第四季就是最终季 CW有一个绿战宇宙 如果你听开这个台 都知道是什么 CW电视台 由 Arrow这套劇 衍生了一大堆 叫Superheroes的电视剧 这个雨很运大 但是今年好像开始瘦皮 自从Arrow做了八季 做了最终季 即是叫做光荣引退 之后 整个CW陆战宇宙 今年度的消息 全部都是插水 不要理封屏 封屏已经插水 Supergirl 即是未来出卖第五季 就是最终季 现在也有Black Lightning 也是最终季的消息 Batwoman也是做了一季 接着就要换主角 这些消息是一罗罗的 真的不知为什么The Flash 都还在 如果你有看 其实你知道 劇情来说 他已经死了 整个CW陆战宇宙 唯一值得看的是 Legends of Tomorrow 认真是Legends of Tomorrow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不要看第一、第二季 这部剧不是由开始看的 你拆进去看 记住 说到Black Lightning 其实他不说 我也忘记了 所以原来这部剧是可以做到第四季 我自己看了第一季 就棄了 棄了 而美剧人 是没有主持 叫得过第一季 电下Otok心哥 是全看的 他是一个神人 他是唯一 我认识的所有人 他是唯一一个 看了Black Lightning的人 对 Black Lightning 其实是一部什么作品 就是全部都是用黑人做的 我说到好像很种族歧视 不是 他说的是一个黑人的社区 男主角是黑人 他是有超能力的 好像Defenders 去Defend 他的小区 到后第二、第三季 好像是再爆裂一些 他整家人 其实他整家人都有超能力 类似的 我不记得了 你喜欢就看 但我不建议你去看 我自己都顶不上的剧 我就不建议你去看 你记住 我是连对Flash 我都可以看得完的人 但我是看不完Black Lightning 他也算是有最终桂 去收回结尾 那你说会不会 最终桂的奸细 会写得特别好看呢 不知道 那我要靠深个 告诉我才行 Black Lightning 会狠剧 我不知道是狠剧 还是最终桂 但他会有一部新的衍生剧 就是Paincullers 就是拿入面Painculler的角色 去做一部衍生剧 你说会不会成功呢 通常衍生剧 最成功的例子就是 The Flash 原因是 The Flash 本身有自己的故事 Painculler 我在想 如果我没有看 Black Lightning 我会不会看得懂 Painculler 这是我自己的关系 例如有另一部 没有声器的 Green Arrow and the Canaries Green Arrow and the Canaries 其实是Green Arrow的衍生剧 但不了了之 如果是 今年这么多CW 所谓的 欲战宇宙的剧 被人砍了 你会不会找些衍生剧 去摘回路 还是你有去呢 这个是 在疫情之下的 未知之数 但你说 CW的Aero Force 真的很危险 再加上 Marvel TV 甚至DC 那些挖气 CW真的有点危险 我给了个建议 不如你努力 去搞好自己的自家剧集 说完新闻 我终于都可以说 我剥了什么剧 最想说就是说这些 由于很忙的关系 很多剧其实没有剧 但我今个星期 专门剥了一套韩剧作品 它叫做金科奖 是推荐的 例如你之前 听我介绍的韩剧 我介绍过一套叫做热血丝仔 是一套没什么人知 但真心好看的韩剧 即是热血丝仔 你听我介绍 觉得OK的话 你继续听下去 因为我今次要介绍一套 叫做金科奖的韩剧作品 这一套作品 你可以当是热血丝仔的前传 原因是 他们两个是同一个编剧 金科奖2017年推出 热血丝仔2019年推出的作品 我会再在特别版道长谈 这两套作品的分别是哪 金科奖是说一个公司中发生的事 而热血丝仔是说一个社区发生的事 但两套作品很相似 都是说小人物 如何挑剔 例如金科奖是说公司的腐败 贪腐的问题 最后要挑战权贵 好看 金科奖2017年推出的作品 总共有20集 每集大约60分钟 即是20小时完食的作品 热血丝仔40集 每集30分钟 都是20小时完食的作品 两套作品的时间是一样的 但热血丝仔40集 真的像一套40集的作品 而金科奖20集 真的像一套20集的作品 不知道我说什么 集数多一点 人物角色会多一点 说的东西会多一点 金科奖集数少一点 人物角色真的会集中一点 金科奖 即是男主角叫金科奖 金成龙 他在公司做科奖 叫金科奖 他说他很贪钱 帮黑社会做假数 然后在里面拌流水的人 其实他开始那种感觉 有点像Legal High的男主角 我为了钱 我什么都可以 哈哈哈哈 表情有点浮夸 因为一次机缘 他就入了一间很大间公司 做一个财政科的科长 那间公司有多大呢 你当是好像和记 他什么都有 一个城市去控制所有物乐 即是他有速递公司 便利店 又是他 超市又是他 很多业务上 所有的东西都是他 然后他就去那间大公司 做财政部的科长 为什么那些人会聘用他呢 他一进去就发现 其实他们是想去做假数 这就揭发了 其实原来这个财团 都是很多贪腐的问题的出现 这间公司是如何在上面 吃光下面的水 他就每个公司分数个故事 才说的 他本来就是打算入来玩游泳 如何在这个过程内 发现这间公司 也不可以的 男主角是颈颈颈颈颈的 如何去一反四方 我挑战老闆 令老闆很头恨 我解消不到 你拿着你的财务部的 taur 弄到整间公司都天翻地覆 是这样的故事 很好看的 行劇来说 中間是有點慢的,我都會有點飛的情況 《金科獎》20集中,你會看到 因為它是說辦公室的,其實是內斂一點 情節會比較俱緊一點 可能看到第10集打後,它好像是在摸風格 它是越摸越惡搞 你會發現它開始玩一些搞笑的東西 而它的風格去到後段,最後幾集 好像埋進了熱血獅子的風格 這就是熱血獅子的風格 你會看到《金科獎》這部劇由第一至第二十集的成長 由開始正常的風格,到後面的瘋癲 熱血獅子是由第一集開始瘋癲到最後一集 這個編劇的風格是,它會在一部劇集中寫很多角色 最後一集有說,每個人都是金科獎的主角 其實它在暗指寫的每個角色都是主角 《金科獎》整部劇要有主角就是金科獎 所以它最瘋癲的角色就是金科獎 其他角色都是正常的 但《二血獅子》整部劇沒有角色正常的 這裡是兩部劇的分別 《金科獎》是好看的 我看完20集,很舒服 譬如有些地方是有共鳴的 譬如說那些被自殺 要寫那些不自殺,聲明書 那些是有共鳴的 你想想一個職場的故事 為什麼會涉及到這些地步 你就會看到那些貪腐 它會拍到像古裝片 權爭暗鬥,要向皇上直奸 我就是要說你做得不好 然後皇上偷偷雞想搗亂 類似那種風格 去用一部現代劇做出來 而這部劇,我之後會特別版 再跟大家詳談 但我想說的是 整部劇很棒的一件事 是它的OST真正 拿了獎 下次特別版再見 跟大家說金科獎 10分鐘,拜拜!